大家好,今天又到咱们翻牌的时间了 看看最近大家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网友朋友可武可以井多少少问了一个问题 说中国古代市农工商,商人属于社会底层受到鄙视 在明朝的时候科举制允许商人和子弟应考 更可能透过捐纳免去同事而成为生源 亦可以通过加入扬州的甘泉书院附设等意图仕途晋升 开始有市伤混融的这种情况 那这可以算一种古代的阶级流动吗 可以算,但是这个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基本上是停滞的 而且你说这个市农工商他把商人放在社会的最底层 但是商人实际上的社会地位比农工的肯定要高得多 所以他只是名义上是在最底层 那你说那进商什么的,那不比那个种地的农民 什么这个工,这个纺织厂什么煤矿里的那些个手工业者 不比那些人的社会地位高得多吗 所以他本身这个到最后就官商勾结啊 官商议题啊,甚至出现这红顶商人啊 这种事都不新鲜啊 所以你要愣说算是一种社会阶层流动 也可以,但是意义真的不是很大 啊,而且这个他本身他人数也少 对吧,他这个往上流动也好 往下流动也好 意义不是很大啊 好,这个 呃 会员朋友啊,网友朋友 ORLOVZ问了一个问题 说提到唐朝突然想问袁老师 高祖李渊最后的结局怎么样 李世民继位以后对他怎么样 高祖李渊最后结局就病死了呗 病死了 这个呃,李世民对他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啊 因为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呃,李世民为了这个孝敬李渊啊 然后呢就给他这个修这个甘泉宫啊 因为这个呃,长安城啊 他这个呃,原来的这个皇宫啊 地势比较低啊 然后比较潮湿到夏天啊 比较潮湿 所以李世民呢开始修建这个大明宫 把这个皇宫呢就搬到了城北啊 搬到城的外边 后来呢又修甘泉宫 都是名义上啊 至少在名义上是为了这个奉养太上皇 修,但是确实那个李渊也住在那了 李渊对这个儿子呢也应该说是 怎么说呢 可能也不能不能错得了 我还只能这意思啊 所以当这个李世民平了东突厥之后 是吧 李渊呢还这个就是就是李世民大雁文武 李渊在这个会上还高兴的翩翩起舞 因为这个他当年向突厥称臣嘛 这是一种耻辱 现在等于儿子替自己呢 就是把这个场子争回来了 还高兴了在宴会上翩翩起舞 所以这个他最后结局就是病死呗 那这个应该说至少他没有遇害啊 还是不错啊 好 那谈天说地的慕尼黑小张 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袁老师您好啊 我最近看B站上的边疆史视频有这么个疑问 莫沃尔帝国的开国之君巴布尔曾经继位为帖木尔帝国的皇帝 最后辗转反侧到印度建立基业 那么莫沃尔帝国能否被视为南帖木尔帝国 帖木尔皇帝都没有投降或者灭亡的话 帖木尔帝国似乎不能说灭亡吧 咱说这个帖木尔帝国灭亡啊 主要说的是那个在中亚建立的那个突厥帝国 咱们说帖木尔帝国灭亡 主要是说他整个地儿 这地儿整个丢了 跟南宋不一样 南宋是我丢了半壁江山退守剩下一半 帖木尔皇帝巴布尔是地盘全没了 但是他向东向南跑到印度 带人呢把当地的王国灭了 再建立一个莫沃尔帝国 所以你要说那莫沃尔帝国 跟帖木尔这两个帝国之间 有没有继承关系 那肯定是有的 莫沃尔帝国的血统呢 还是这个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 但是这种继承例子在中国历史上 有没有能参考的 这个具体怎么看呢 就是人者见人智者见智的 你比如说耶律大使 整个辽国的地盘全都丢了 他跑到新疆东亚建立西辽 建立西辽 但是你说这个西辽跟辽有什么 直接的这个关系啊 他是不是就是这个 你可以被别看作是辽统的延续 好像一般人也没有这么看的 一般人说辽国灭亡 就是到天作地 辽国末代皇帝天作地 从来没有说辽国末代皇帝 是耶律直鲁谷 或者说这个辽国末代皇帝 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就是奶蛮和那个去除绿 去除绿奶蛮含的那个儿子 耶律直鲁谷的女婿 去除绿 从来没有人这么说吗 那一般都是说辽末帝啊 辽国的末代皇帝天作地 耶律原习 从来没有人说 实际上这个 咱要说这个辽国灭亡了之后 在西辽地位三传 人这个德宗大师 人宗一列 这个末帝直鲁谷 地位三传 但是呢 没有人认为它是辽统的延续 所以这个你说 这个西辽啊 这个辽 那边有个西辽 那你说这末沃尔帝国算不算难贴末尔帝国 那就真的是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琢磨这个问题 就没有必要琢磨这个问题 那就是你认为是 那就是呗 那无所谓了 那就只能是这个意思了 是吧 好 这个 网友朋友贺小楼 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好啊 借你留胡子问一个问题 我刮了 我刮了 这个公司也说不好看 媳妇也说不好看 看说中国人看来不太喜欢留胡子 坚决要求我刮 是吧 说古代男子多大年龄就可以留胡子 十几岁长胡子的时候开始留 还是要到多少岁才可以留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说法 这没有什么具体说法 这有什么具体说法 是吧 叙叙就标志着成年啊 那成年理论上是二十岁 若观就是叙叙叙范 但是所有的男子几乎成年的时间 若观之年的成间 行家官里的时间都靠前啊 都靠前 最早都是十二岁 十一岁 就原服行家官里的都早 因为古人平均寿命短嘛 是吧 你唐朝人平均寿命才二十九岁 汉朝人才二十五岁 您到二十岁才成年 成年之后五年就挂了 九年就挂了 所以古人他有的时候十二三岁就成年 那成年之后就可以叙叙了嘛 这没有一个什么法律规定 或者一个约定俗成 你必须到多少岁才能留胡子 没有这种规定 是吧 好啊 这个彭振飞问啊 说这个问袁老师一个问题 为什么清朝发行了那么多货币 包括后期流传下来的最有名的只有袁大头 他不是搞货币吗 那搞复币吗 为什么当时没有人抵制袁世凯投向的货币 包括现在袁大头钱币都很值钱 希望袁老师讲解 袁大头不是清朝发行的 袁大头怎么是清朝发行 袁大头是民国发行的 民国三年八年九年十年这四个版别 三八九十 这四这四年发行的这个袁大头银币 为什么只有袁大头流行流行了下 因为他发行量最大 十一亿枚 他他一共发行了十一亿枚 包括后来熔毁啊 什么就把它就化成什么银条银定啊 后据说现在这个流传下来的 在在市面上的也得有个几千万枚 所以这个袁大头他就能够有固定的牌价 那当然他有不同的版本版别 有两千多个版本版别 普通的袁大头 那就最普通的 袁大头大概就是这个几百块钱 那现在也得上上千了吧 就是那贵的能到几十万一枚 能到几十万一枚这种袁大头 那清朝发行的这个货币桌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龙阳 这个过比如说呃这个光绪三十四年 北洋造啊光光绪三十四年天津造币厂 北洋造的龙阳 还有最著名的呢就是大清银币 就宣统三三年啊玩钱的人 管他叫宣三宣三这个这个 另外他各省造的龙阳都不一样 他都以各省造为主 是吧 而袁大头是国造的货币 所以这个民国的时候还发行过很多货币 比如贵州发行那汽车封面的车阳 然后有船仰就翻船还有孙中山的这个头像的 就跟袁世凯对比那叫袁大头 那叫孙小头都都有 但是就因为袁大头发行量最大 他是国家银行中央银行发行的 最大十一亿枚 所以呢尽量就有这县城 咱干嘛再发行别的用别的去 那又不像纸币 你销毁了再印 这都是纯银 那住这个钱是需要成本的 这都是银子 你再销毁再住别的 这不需要成本吗 这何必呢 他本身就已经市钱了 是吧 好 这个 网友朋友YP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记得您说过多少次 中国古代除了宋朝之外 没有全脱产的职业军人 如果是一般步兵好理解 可是军官团各级将校 也都是农民征召来的吗 或者专业一点的兵种 如骑兵工兵或者炮兵也都是吗 军官团和将校绝不可能是征召的 这个其实我讲过多少次 中国古代的武将基本上是辈传的 这个如果是会员朋友听过我这会员节目 这里边咱讲过N多遍了 他都是辈传的 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军校 文官你可以通过什么上私塾上书院 通过科举 你可以有系统的接受学校的教育培养 那古代是没有军校的 没有军校上哪培养军官去 只能是辈传 所以中国古代你比如说军官 这个世袭就种辈传的军官的数量 比如说咱们咱们举一个这个 就是不恰当的比喻 大概应该能够占到95%以上 就基本上100个军官 有95个是辈传的 然后有那么这个四 这个就是五 这个四四个半到四四点八九个 是这个这个航武出身 就当兵一路砍上来航武出身 是吧 至于这个什么那五进士 什么那么上海当军官的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可能100个人类 就有那么0.2个0.1个 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基本上就都是这个辈传的 他不可能是征召来的 哪怕你怎么学 骑兵也不可能是征召来的 因为那个骑兵是要经过专业的训练 很多可能就都是这个 比如说就像宋朝 电前司那马军司 那都是专专业的 你能会骑马的 这也不是一般人 明朝的骑兵 大部分都是蒙古人构成的 是吧 所以他都是这样来的 至于你说那个工兵和炮兵 那个有可能是征召的 因为那个工术 平时这个民间也可以习 也可以习工术 但是呢 这个比例也少 比例也少 至于那炮兵玩炮尸鸡 那可能就是征召来的 后来的那个那种放火炮 那不可能是了 那那不可能是啊 好啊 这个军不孝我 我孝军 问了一个问题 那说我有一个问题啊 纵观明朝中后期 大多数皇帝身边 都有权臣啊 或者大宦官啊 比如严嵩啊 魏忠贤啊 刘锦啊 江宾啊 但为什么万历一朝却没有啊 年少的时候不能亲政的张居政 那不算 万历不上朝不理政 这么久啊 也没有出现全清朝野的人物 这与其他朝代皇帝纵情享乐 宁臣把弄朝政啊 这个不太一样啊 说这个为什么啊 而且我觉得万历不上朝啊 不像是懒政啊 而更觉得呢 像是百烂 故意以这个官僚集团作对 那对那万历皇帝 他就是故意与官僚集团作对 那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两件事啊 第一件事呢 就是他这个年少的时候啊 呃 张居正这个辅佐他啊 然后呢 他觉得太受压抑啊 那刚想套出手机逗个地主 那他妈马上就说 那你你这么干 又是张先生考教你功课 那你这个奥数呢 你去提做了吗 那剑桥英语你背了吗 那孩子知道泱泱了 把手机放下 拿起这个这个书来看 那所以张先生就 太拿他就是 逾越了师生的这种界限 你真把他当成自个儿的孩子 这也不对 而且你你别忘了 你自己什么身份 你是臣 人家是君啊 太想当帝师 治君姚顺煞 那对皇帝督促那么严 那十岁的孩子继位 他就是该玩 玩是孩子的天性 结果你不让他玩 你非让他跟着念书啊 压抑了他十年啊 等张军政一死 皇上一亲政 开始玩 就跟咱们现在的小孩 初中高中科业负担太重 上个大学啊 矿课是吧 翘课 然后挂科 有各种胡折腾啊 然后这个搞对象 基本就全都干这个了 大游戏是吧 然后就最后就就就就就退学 就全都干这个了啊 就比了就就就就 是吧 他该玩的时候 你别让他玩 国外是初中高中 您玩 上大学 您好好学 是吧 所以人家是那个这个这个宽进延出 咱可倒好 延进宽出 做什么玩意儿都能毕业啊 所以毕业的业就只能失业 他就这个意思啊 这是一个就是说他他年少的时候 他被压抑他20岁以后 他开始放纵 把丢失了青春追回来 第二个就是他那个那个感情生活 这个性了这个王公飞生了儿子 他不喜欢 他非想立郑贵妃生的长巡 然后满朝文武不同意 他费长立右 跟他争国本 他一生气 是吧 你们不让朕开心 那朕也不让你们开心 去你妈的朕不上朝了 所以才有了这个万历的著名的六部皇帝 不骄不妙 不朝不见 不批不讲 全不干啊 祭天祭地祭祖宗 全部去 不见大臣 不批奏章 然后经言日讲也不也不干 这个就他就开始摆烂 开始摆烂 所以呢 就是你说他这摆烂 确实是故意跟官僚集团作对 有这个意思在里边 好 这个网友朋友刘家雄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鸦片战争的时候 西方列强军队还是经常使用刺刀肉搏 作为常年配备冷兵器的清军 热兵器打不过就算了 为什么连冷兵器也拼不过呢 忘止叫 哎呀 那个时候八旗绿营早就腐朽了 这个这他那种这个所谓的职业军人 但是呢 长期面临不打仗的情况之下 而且呢 你想这个八旗绿营工资都很低啊 是吧 战兵一个月的俸禄只有一万五千两 马兵能到三两 是吧 然后你这个不足以维持全家的温饱 就要被迫去从事副业 是吧 甚至到打到阅兵的时候临时拉人来冲树 早就不操练了 是吧 所以这个乾隆皇帝都是检阅这个这个 京师的这个这个这个就相当于这个禁卫军啊 什么什么这个建锐营啊 什么检查什么萧綦营啊 护军营啊 检查这样的军队都是都出现这个上马 人堕马 射箭 剑坠地的这种场面 那早就丧失了肉搏能力 他他不拼了 早就丧失肉搏能力 再有一个呢 就说这个为什么他拼这个冷兵器拼不过人家 这个英军全部是使用碎发枪 碎发枪装上刺刀 所以呢 他一身二用 既是火枪兵又是长矛兵 而清军使用的火绳枪是不能装刺刀了 那你不能装刺刀的话 当时清军的这个火器的普及率 大概在60%左右 高的能到80% 那就是他真的装备刀锚等冷兵器的 只占到百分之二三十三四十 这样的一个比重 所以一旦这个第一轮 比如双方对射 砰砰砰砰 枪一射完 开枪射击的时候 清军可能还不落下方 等到一进入这个冷兵器搏斗的阶段 清军立刻就完蛋了 因为你一多半的人没有装备冷兵器 没有装备冷兵器 原来你打地方上的土匪 包括一些个农民起义 拿着什么钉耙锄头粪叉子过来的 砰砰一开枪 他就吓跑了 或者他就被打散了 你对付人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 刀头舔血的 你当然就不灵了 当然就不灵了 其实你包括甲午战争也是这样 双方对射就是清军不落下方 日军挺着刺刀一冲锋 就一哄而散 就是不擅长肉搏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甭管是汉民族游牧民族都不擅长肉搏 那大将牛逼不牛逼不就是 攻马贤手 履历过人能其善射 都是强调远距离杀伤 不强调肉搏 所以这个能力不是很初衷 好了 最近大家的评论 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